新增資料庫 如果不用雲端上的 你可以拿之前的 當範本 之前我們不是有一個 今天才講過的 哪一個呢 我們好像有用到剛剛那個 Member那個 就是新增資料的這個 然後呢 當然接下來 以後你也可以套範本 第一個的話就是Import Import這個資料庫 然後到哪邊呢 當然Cursor01這個名稱 資料庫如果你不要用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改掉沒關係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一樣的吧 我們就把前面的五行 OK先把它複製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上面來 放到這邊來 OK 如果你覺得這Import兩個 你可以把這個CodeLite3 放在後面 加個逗點就可以了 就不用Import兩次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一樣去什麼 一樣去建立一個Cursor 或者名稱你還要改 不改沒關係 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 把那個 Member 就是那個改成什麼 也許叫換個名稱吧 可以叫什麼 Market好了 OK Market01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怎麼樣 幫我去 先 如果存在的話 它就幫我刪掉 一樣呢 再來什麼 再去下載資料 下載資料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可能我們就要怎麼 再來下一步 就是 再把這邊一樣 再來就是建資料庫 所以下一個步驟 我要把資料庫建起來 那資料庫建立的話呢 當然一樣 這個名稱 我們一樣叫Market01 好了 那欄位裡面的資料 要放哪一些 這邊一樣是五個欄位 我們看一下這裡面 第一個的話是什麼 日期時間 所以這個的話 第一個可以用DateTime 第二個的話是Tether Tether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不過integer 因為後面它還有什麼 點00有沒有 意思好像感覺是不是有 有那個小數點的味道 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不用integer 你就用double 所以 假如說我要把名稱更改的話 那如果你不想要改名稱 ABCD是最簡單的啦 當然你可以改個名稱 我只是有時候 比較偷懶 不過我後來發現 這還蠻好用的 Excel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ABCD一直 這樣是最好 記得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 你就可以把這個名 DateTime有沒有 因為第一個欄位是DateTime 第二個欄位是Tether 第三個欄位也是Tether 第四個欄位呢 也是Tether 那最後一個的話呢 我們用什麼 用Double OK Double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建一個 新的Markets的一個資料表了 有五個欄位 OK 再來的話它資料已經給我們了 然後再來我們要做什麼 Insert into 欸 所以兩個方法 一個我講過 就是 再來做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我們來 拿這個來參考 那我這邊是有改過的 如果呢我們 其實這邊好像 似乎用ExcuteMany是最簡單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把這個資料呢 把它放進去的話 幾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ExcuteMany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ExcuteMany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就是 先什麼 先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 這兩行其實可有可沒有啦 因為不過未來還是要加一下 比較保險 然後再來建五個欄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只要沒做錯啦 所以每個細節 建議就是說 也許將來你就多做一些 什麼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什麼 自己筆記上面整理一下 那以後需要什麼 就在哪個地方可以找得到原始嗎 所以呢我們就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那剩下來就是下載資料 資料下載下來 剩下來就是什麼 再把這個print這個東西 insert into到這邊來 所以特別注意接下來的動作 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你可以call哪邊 其實這邊的話 你可以call那個0601 這個地方的 其實就是第幾頁呢 第五頁的地方 其實就是黃色這個區域啦 有沒有 黃色這些區塊 其實前面我們有講過啦 所以我直接拿來用 Ctrl C OK 然後呢 直接把它怎麼樣 在這一行貼上去就可以了 記得喔 貼上可能那個縮排的位置不對 請你再往前一個 因為它太太右邊了 OK 然後把它往前 那再來的話 這個print就可以把它 先把它註解掉 不用了 為什麼加這 總共加這五行到底什麼作用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print list2裡面的這個串列的資料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insert into market values有沒有 後面不是有五個欄位 那就是分別把這個list2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面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進去 OK 就像這樣 其實就formate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formate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就幫我把它放到裡面去就OK了 然後呢 再做什麼呢 Excute 就是把它放 最後坎密的close 然後協入成功 我先把它show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先 再把這邊執行一下 其實就這些有沒有 意思就是把這些資料有沒有 總共應該 我記得好像幾萬筆吧 不知道 然後呢 這個是list2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從list2裡面的中瓜湖0 抓這個資料 這個是中瓜湖1 中瓜湖2 中瓜湖3 中瓜湖4 有沒有 然後呢一個蘿蔔的坑丟進去 所以特別注意 後面五行 所以我其實只有怎麼樣 那把它切過來改就可以了 OK 所以切過來改 我把它先換個 換這樣 OK 然後 把這邊呢 記得那五行 不要做錯 放的位置也不要做錯 縮排的位置也不要做錯 好 音色音柱放進去 最後坎密的close 協入成功 我們來試一下 裡面應該就OK了 資金 好 新增成功了 有沒有 那其實這邊應該把這個close掉 把它註解掉 好 寫入成功之後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其實可以 透過 一樣 SQLite Browser 這個還蠻好用的工具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工具下載下來 開啟那個什麼 Cursor01 有沒有Market01 有了 A B C D 剛好五個欄位 而且欄位Type這邊有顯示出來 Browsedata一下 看看有沒有Market01 裡面所有資料 出來了 而且甚至他會告訴我這邊有24474筆資料 OK 其實這邊其實還沒做完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撈1到7月 當然理論上是要2019年全部的話 後面還有每個月每個月 不過他為什麼這樣放 我覺得不太了解為什麼 而且喔 今年度的好像資料都還沒上去 OK 那未來如果資料更新也許你也可以同樣的方法把它抓下來 OK 好 好 那已經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他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做變更的 OK 這些應該沒有問題啦 這就是上個禮拜講的喔 那我是建議各位一定要多多多找一些其他網路上開放 因為中央政府有2萬多種 光CSV喔 隨便都是應該超過1萬種吧 OK 那你不要全部都練 你再找幾個練習 我想喔 就把它當練功嘛 做久了我想應該也就沒什麼問題啦 OK喔 再來的話最重要的 就是請各位喔 把它改成SQMany 就是今天才講過的 改的步驟其實也相當少嘛 有沒有 先加一個List3加在哪裡 加在回圈的上面 所以如果要改成List3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中瓜胡 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怎麼樣 在List2的下面 把它怎麼樣 放到List3裡面去 就點什麼 點Append 然後把什麼呢 把List2放進來 它就全部全部串在一起了 1 2 3 就把這個縮排 變凸排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是 全部把它串成二維串列之後 再位給這個程式 就資料庫去執行喔 再來的話改什麼 所以1 2 3就凸排 4的話呢 就insert into value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全部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 這個什麼呢 瓜胡裡面 values 然後後面幾個欄位 5個欄位 1 2 3 4 5 然後 就加豆點 然後後雙以後 OK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insert into marketing e values 5個欄位 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exqmany exq改成 exqmany 然後把這邊 豆點 再加一下 把什麼 把List3 放到這個 exqmany的第二個參數 所以 exqmany 比exq多一個參數 就是 二維串列給他 這樣子就大功道 基本上 這個 1 這個 2 3 是 凸排 4的話呢 就改這個 5的話呢 就是改 exqmany加這個 5個步驟 應該夠簡單了吧 OK 所以以後 如果你可以把 這個 記起來了 應該沒有改不出 exqmany 如果你 如果你會寫exqmany 其實表示你 level又比 較高一些些 所以真的 你可以在網路上查查看 exqmany 不見得查得到 很簡單的說明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我Google過發現 找不到好的說明 找到國外去 哇想了一大堆 就是很複雜 這個結果是我自己試出來的 因為我發現 我用他們方法 我覺得我是不行 完全不能理解 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後來我自己再去理解 發現其實沒那麼困難 OK 只有5個地方 就可以把exq 改成 exqmany 不過最後 run 成功才 串速 執行一下 有沒有形成成功 寫入成功 那表示沒問題 5個步驟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剛剛的動作影片也錄下來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做筆記 像之前有同學 直接拿我影片截圖 然後貼到他筆記上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樣是不是好方法 好方法 OK 因為其實有時候 影片你要從頭看到尾 花時間 當然有些東西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筆記 所以把你可能未來會用到的部分 把它節錄下來 其實將來當然對於你要使用這個程式來說 應該會更加的簡便 可以試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